車子真的沒熄火 還可以 好 我們等人進來 我們等人進來 好美喔 我真心還蠻喜歡這一次的線條設計 哈囉 各位亞無情報汽車記者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黑市 歡迎收看試駕直擊直播片 今天風非常大的颱風快要來 所以我們也數戰數決 我們很怕我們的車牌還會被吹走 那試駕的車款其實就是大家已經期待非常多年的WX Wagon 那過去叫做LaVogue 現在改名了 我們把它跟WX車系做出一定程度的整合 甚至連樣貌也做出一定程度的整合 但是其實這一個設計它的雛形 我們早在2019年那個時候東京車展 大家有沒有記得我們那個時候在日本 曾經為大家做過介紹 那當時就有一台蓋電車放在台上遠遠的 我們也沒辦法上去 可是那一輛蓋電車就是如今量產版 就是我們旁邊的這一輛 那這台車呢 在這樣子的一個調整過程當中呢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 它在車名上面 把過去的LaVogue 既成LaVogue 改名為WRX Wagon 那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市場 還會用這樣子的名號 可是呢必須承認 確實 跟現在的三香四門WRX比起來 最大的差別就是在車尾呢 那當然因為是Wagon 我覺得在現在台灣的風潮當中 會更為去注意這樣子的車型 畢竟它擁有轎車的底盤 休旅的置物空間 這個都是它的一大特色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次大改款之後 這輛車有哪一些值得一強的地方 首先車頭的部分 很明顯 包桿的線條喔 切入到頭燈 這可以說是這一代喔 非常重要的設計 那頭燈的面積也比過關更加的縮小了 包含 我們可以看到它整合在一顆魚眼上面 去做出所有的照明 並且C字狀的日行燈 同樣的喔 Subaru一定會有的 就是頭燈清洗這樣子的配置 也給你了 你有許多我們傳統 我們對於Subaru認識的東西 這輛車都會存在 譬如像這樣子一個 很大面積的中冷進氣 從裡面進去 我們等一下打開來 會給你看到一個很漂亮的Intercubra 另外 這樣子一個大面積的水箱護照 以及防掛材質 這也可以近距離看一下 因為它並沒有烤漆喔 個人認為這某方面 也是要繼承他們過往WRC 這樣子就是越野拉利賽的一個風格 在這些車型上面 讓他們可以有一些越野有一點飄漢 但是 如果你今天來到車側 我個人覺得線條很棒 但是 如果我擁有這台車 我一定會降避震 儘管它會 已經給你一個蠻不錯的電子可調了 那這個你就會稍微拿捏一下下 因為 坦白講啦 如果特別換掉真的會有點心痛 因為原廠這次所給你的配置 我們等一下會講 包含模式切換上面 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所以呢 在這樣子一個視覺上面 除了18吋輪圈 當然 在這樣子一個尺寸 前後配 它並沒有特別就是說 做出前後配尺寸上面的差別 畢竟是四輪驅動 在這樣子一個設定之下呢 輪胎是採用Yogohama的 Yogohama的Blue Earth GT 這一條 這一條胎 那尺寸是2545R18 我們今天這台車的胎壓 稍微打的高一點點 彈跳感會稍微明顯 可是我覺得 狹不掩獄 都還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那另外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台車的車身設計 我個人覺得還蠻不錯的 包含前後所帶來的那一種肌肉 日系的肌肉線條 你會覺得這台車 感覺有點像是練過樓道的那一種風格 甚至延伸到這一個車尾 並不會覺得它好像只是多加上去 而是整體的線條 就去抓出了非常好的一個肌肉感 那這個也會讓它整個的設計 看起來更具完整性 不過呢 三角窗的部分 兩個三角窗 一個是在車門上面 如果今天這一個三角窗 它會讓整個車窗 或者是說 因為它要讓整個車窗 可以降到一個比較低的程度 它沒有辦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把它做滿的話 它會變得 這邊沒有足夠空間 讓它降下來 所以呢 它才會這邊多做一個三角窗 如果今天這邊的設計呢 它是用一個飾板 然後稍微再 調整一點點角度 我覺得會變得更漂亮一點 可是其實如果以這些細節來說 個人認為 這個也只是 可能在一些 我們今天在拿捏車體上面的一些細微差異 整體來看 整個的表現還是滿稱職的 那接著是車尾的部分 WX Wagon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這一個車尾的表現了 畢竟它會給你一個還滿不錯的空間 包含我們今天打開來可以看到 492 而且有油壓頂感 492 非常平整化 你可能覺得上面數字好像還好 可是我給大家看一些小細節 第一個 有沒有 這一個 玻璃纖維底板很棒 第二個是 裡面是一個全尺寸備胎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把它換成一些補胎劑等等 一些工具把它收在上面 等於你下面還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儲藏空間 那只是這一塊底板 並沒有辦法上下可調 可是呢即便是如此 這兩張座 這張座椅也就是後座的部分 它是具備可以直接放倒的形式 而且 反應非常的快 它直接按了就放倒 基本上是424分離 我覺得這一點算是還不錯 另外就是 這一個是捲軸式遮物連 它是前後延伸式的設計 也就是說 這邊還有多一條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它並不是像 有的廠會在前面就是多做一個卡榫 而是它直接透過就是橡膠 然後來進行固定 但是它在板件上面 它會做出一個三角點 告訴你就是說 它可以放到什麼樣的位置 為什麼可以放到這邊呢 是因為這個前方的座椅 它其實是可以兩段調整的 所以你讓前方的座椅 比較挺一點點的話 你就可以讓它比較往前延伸到這一個的位置 好 那我們進來車廂 我們進到後座來看一下 好 就如同剛剛所說的 這輛車 它在座椅上面它有兩段可調 所以從這邊 門邊 這邊有一個拉桿 你把它拉往前拉的話 它其實就可以稍微挺一點點 挺一點點的話 其實你也不會覺得就是太過拒緊 但是可以多爭取後面的一些置物空間 那當然 如果是比較沒有考慮到置物的話 大家還是可以做得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斜一點 那只是在這樣子一個配置之下 這張座椅算是多了比較前面一點點 正常來講 它可能會拉開到兩個半拳頭左右 這張稍微移前面一點點 因為這是我剛剛的座姿 我比較習慣坐前面 就可以來到三個拳頭 所以呢 後車廂的後座的表現 其實並不差 只是大腿直撐還有稍微延伸的空間 你會覺得它並沒有完全抵到我的膝蓋 我以為170公分 稍微一點點而已 真的是一點點 你大概可以放個 三指幅左右 就是有三指幅的一個拿捏的空間 可是其實 這輛車算是在你的後座 坐起來算是蠻輕鬆的 只是因為四輪驅動的關係 所以呢 中央會下方會有傳動軸 除非以後完全電動化 不然的話 這一個國嶺的平整化 你在SUBURU家族的車款 基本上不需要期待 因為 一方面為了剛性 一方面下面要跑傳動走 所以國嶺一定會有一定程的突起 當然就會妨害到中央的座位 可是我覺得還在可以接受範圍 另外 如果大家對於上一代有印象 上一代是沒有後空調出風口的 而是直接給你USB 而這輛車呢 這一次大改款之後 兩個都有了 OK 我相信這個已經讓很多的 原本觀望的人 也怕就是說會跟上一代一樣的人 就是這一點 這個疑慮已經可以撇除了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 就座椅來講 它的材質 這一次是採用 皮質 還有雞皮 這樣子去交接而成 並且還透過紅色的縫線 來進行點綴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要呼應 呼應這一個紅色縫線的話 其實 也可以 就是在車色上面來做出一些調整 或許呢 你會覺得整個的視覺力 也會更為強化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前座的部分 OK 那前座的部分 其實 就如同我們對於SUBARU的認識 大家應該會不陌生喔 包含我們之前可能介紹過 比如說像奧貝克的一下車款 其實都是以主要 都是相同的風格來呈現 包含這一個助力式的螢幕 面積非常的大 畫質其實 比起過去有更提升的趨勢 那當然它把很多的東西都丟進去了 甚至是空調啊 我們今天要做一些細部的調整 操作還算是直覺啦 那但是 就如同我們過去曾經說的 你把比較多的東西都掉到螢幕裡面去 在盲操的過程當中 你會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得心應手 那這個其實也是這幾年 車廠又不斷的再去思考 或是去調整的一環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整個的車輛資訊上面 除了我們今天有一些保養等等的 它其實是非常細膩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漂亮的一個 冰塑箱傳動軸的圖示 懸吊等等的 這個圖真的畫得非常的漂亮 這樣子呈現在上面 之外 我們今天從設定裡面進去 好 有沒有看到 密密麻麻的 但是這些東西可能都是你第一次 做出調整之後 你不太會去懂它了 這個稍微解釋一下 自動駐車AVH 其實就是我們 傳統所說的Auto Hold 這個東西 只是它弄的一個不一樣的名詞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在這些控制上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 我們可以 它可以做出一些Eye Sign 細節 Eye Sign就是這兩顆鏡頭 做出一些 就是車距控制的一些判讀 那另外就是Mode Mode的部分 除了我可以從方向盤進行調整之外 也可以從螢幕裡面進去 那如果我們今天做出一些細部的調整 像這些 前面四個都是固定的 它會亮燈就代表是說 它會呈現什麼樣的狀態 你如果今天想要做出一些 屬於自己的自定液的話 自定進去 比如說我今天選掉 我想要Sport模式 我這些都有一些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自定 那當然 連Eye Sign都有四個模式 可以讓你調整 那這個我認為 其實自由度來講算是蠻高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另外可以看到就是 前方的儀表板它還是傳統的雙指針 然後中間再加上一個4.2吋的小螢幕 那上面有STI的字樣 這個部分呢 除了在儀表板之外 方向盤 平擺式方向盤這邊也會寫 頭枕 上面這邊也有 都是有STI的字樣 艷名震聲 包含我們今天看到 後面有兩支很粗的排氣管 某方面來說 也可以說是因為STI 所以才擁有這樣子的配置 那只是呢 排檔頭還是我們非常熟悉的 一支還蠻大隻的雞腿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個人認為 依照我們現在的美學觀念 確實還有調整的空間 可是你會發現 SUBARU把很多東西都做得比較粗狂 比較大一點點 甚至你會發現方向盤這些的按鍵 面積也比別人大 那當然啦 在操控上面其實它有一定程度的便利性 所以我覺得一直以來 SUBARU都是一個蠻講究功能性的車款 它的品牌所做出來的造車的邏輯思維 都是以功能性為主要的導向 美學倒還是其次 可是呢 你會發現在這樣子 從上功能的狀態之下 它有做出它屬於自己的韻味 那我們接著來打開引擎蓋 看一下動力單元的部分 雙油壓頂桿很棒 這個引擎喔 代號是FA24F 那其實最大馬力275P 37.5kgm 這些數字我相信對一些人來講 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了 那引擎就如同SUBARU是我當家的 水瓶對臥引擎 四缸水瓶對臥引擎 所以在整個的設計上面 它會比較寬 但是呢重心會更加的穩固 並且你會發現喔 也因為是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上方可以放一個非常漂亮的中輪 可以看到 進氣 這樣子讓它就是 渦輪可以進行一個比較有效 運用的散熱 那當然在這樣子一個馬力 之下呢 我們今天四缸渦輪就可以媲美六缸 媲美六缸自然進氣的馬力值 就可以出現 甚至你會發現 到了2023年 這樣子的配置 依舊擁有了很不錯的改裝潛力 那當然這一次同樣的 CBT變成說這樣 我相信有些人會覺得喔 聽到這個的名詞 多少會覺得有點可惜 甚至這一次也沒有手排版可以買 可是必須要說 在我這次試駕的過程當中 如同過去曾說的 CBT一直以來都是相當好去訓練 油門控制踩踏的變速箱系統 它故意不讓你 應該是說它的設定 並不是要讓你大踩油門去炸出動力 而是你要懂得怎麼去控制轉速跟油門踩踏 透過適當的回油踩踏 並且讓轉速拉起來之後再踏入 踏入的時候也不要過深 在懂得去Hold住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其實它的動力展演 比你想像中還可以再更快一些 那這個也是它這一次 在這一輛車配置上面 你可以在操駕過程當中去感到的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Sport Plus模式騎下去 這些反應會變得更快 那但是如果你懂得控制油門踩踏的話 我覺得算是相輔相成 另外可以提及的一點是 這輛車的轉向上設定 即便是稍微輕盈了一點點 但是它的俐落性跟精準性 我個人認為是可圈可點的 甚至基於車體鋼線的緣故 過彎的瞬間你會發現 車體可以在沒有太多行變的狀況下 你就跟著就是過去 那這個也是因為SGP模組化底盤所帶來的加持 不過這些細節可能要更激烈的抄駕連回 才會去感覺到這樣子的優勢 所以相較之下 四輪驅動也就是說在AW的配置之下 讓這樣子的動力 你今天在過彎或者是加速的瞬間 車尾可以很迅速的跟上車頭 讓我們今天的過彎表現可以更加的俐落 我個人認為如果以整體的駕馭表現來說 除了可能你CPT要稍微認識一下 其實有許多的部分 蘇帕路已經給你還滿不錯的表現了 好 OK 那在這樣子的分享之後呢 我們也差不多在今天的直播應該要告一段落 同樣的我們也準備了試駕報導跟影音再請大家參考 另外就是如果大家有相關問題也可以在這個直播下留言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作業時間比較長 所以呢大家的手機幾乎都快用到沒電 那我就沒辦法拿手機可以直接進行回覆 那等一下如果我看到的話 有一些留言我會再進行回覆 那再請大家盡情鎖地 雅舞奇摩汽車機車 我是黑市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